你是谁啊 拉我家干嘛 哎呦 东东回来了 我是大表姑啊 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不记得了 你在我家干嘛 嗨 我的儿子 就是你表弟 他说要带个女朋友回来 但我们家那个小房子 上不得台面 你妈说你出差去了 想着你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 就借来用用 大表姑 我不太想借 哎呦 你说你表弟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 妈 家家来了 哎呦 家家来了 来来来 快来坐快来坐 哎呦真好看呐 这是 这不是你要来吗 我们家刚请的保姆啊 你不是说想买洗把水吗 刚让保姆去买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用这个牌子 我现在要洗头 你这房子是我 没事我正好也要洗 我们一起吧 这女孩家来家里也不知道帮忙 还去跟夏冬冬洗什么头 要不是她有钱 我才不搭理她呢 孩子 这女孩家这么有钱 你得赶紧活着 我就算你俩分了 她的钱 也得分你一半 哎妈 放心吧 你儿子我心里清楚着呢 进来 你先坐 我不是保姆 这房子是我的 她和你结婚 有其他目的 秦云我妈说彩礼可以不给 但房子一定要写我的名字 啊好 等我们结婚了 就立马家 婚后家也没什么意义了吧 那就不家了吧 好好好 既然这样 我们做个婚前财产公正吧 你说这个干嘛呀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你想说的是我的 就是你的吧 这明明是东东姐的房子 夏冬冬 是你故意挑拨 跟嘉嘉的感情 你自己撒谎不敢认 还怪别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们分手吧 这是我家 这是我女朋友 我们已经分手了 还有 从我家店拿着鞋子和电脑 统统给我还回来 东西我东西你凭什么还你 你 我看是你自己拿的吧 他打着佳佳的名号 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好啊 我们公司有优秀的法务团队 可以慢慢陪你们好 现在是你们自己离开我家呢 还是我叫宝